我11月12日發了一段片 關於社會福利署11月初公佈了 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 將去年上升了3.1% 預計明年2024年2月將會上條縱緩 獎生樽及生果金額 政府一般新增開支都要經過一定程序 首先要將文件上交到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 經過議員通過批准才會獲得撥款 這些都是政府財務安排的一貫做法 並不是某些人所說的特法 其實這些程序一早都安排好了 還有立法會的文件其實都很公開 大家可以網上找到他們開會的議程程序 甚至會議記錄都可以找到 這段片我將會講一講 究竟12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談些什麼呢 會不會獲得通過呢 以及上次我段片講過 2024年的獎生樽及生果金的增生金額 是不是一樣 上次我一片尾路會推算 如果按照3.1%加幅計算 獎者生活樽貼每月調整後會加到 4,190元 而生果金按照3.1%加幅計算 調整後會計算為 1,620元 究竟這兩個估算是否正確呢 還有 2024年4月1日開始 就要開始徵收垃圾費了 所以 獎者生活津貼的領取人 再會加多10元的垃圾 收費津貼 我們看看 12月財務委員會開會的討論 以及預算估計 這兩個推算是估得盡不準確 首先我們來看看 財務委員會在12月8日 討論的文件內容 有兩點是委員批准的 第三就是講講 財政負擔大陸 有多少的影響 接著就會講講問題 有什麼建議 他建議有什麼理據 終於有 接著就會 看看 上條建議覆道原因 我們來看看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在2023年 12月8日 討論的文件內容 有三點請委員 要留意 A 批准 有2024年 2月1日 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標準的項目金額 以及公共福利金計劃 津貼金額 上條3.3% 公共福利金計劃 包括 長者生活津貼 水果金 等等 B 希望國委員 批准 2024年 4月1日 將發放給所有類別的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受載人的標準金額 以及長者生活的標準金額 上條10元 從而向該等人士 發放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 津貼 即是多了10元 作為 垃圾收費 C請國委員避息 上文A項和B項 估計會分別帶來 每年22億1900萬 和13700萬的財政承擔 為何 會增加津貼金額 其實政府每年都會考慮 調整綜援計劃標準項目金額 以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的津貼金額 另外 為了配合由2024年4月1日 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即是垃圾收費 所以政府去考慮 向縱援受載人 以及長者生活津貼的受惠 發放垃圾 收費津貼 即是說之前我所說 社署公佈的社會指數 增加了3.1% 所以每年政府都會按照 社會指數 計劃調整金額 另外 環保署已經說了很久了 垃圾收費 所以最後決定了在2024年實施 垃圾收費 所以 考慮了一些 經濟有需要的人 向縱援人士 以及長者生活津貼的受惠人 發放10元 作為一個 垃圾收費津貼 不是什麼突然 什麼突發 我們就指勞工及福利局 因為這份文件 勞工及福利局 是提交給 財務委員會審議的 建議由2024年 2月1日 將縱援計劃金額 及公共福利金額 包括有 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 及雙產津貼金額 上調3.3% 另外 有建議由2024年 4月1日 將發放給 所有類別的 縱援受助人士 標準金額及 長者生活津貼金額 上調10元 從而實施垃圾收費津貼 等人士發放津貼 究竟 上調3.3% 百分點是多少呢 由於這段片主要集中說 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 其他縱援金額 省略不說 我們看看表裏面 究竟加了3.3%的金額 加了多少 我們看看表 現在高齡津貼的人士 每個月就得到1570元 去到2024年 2月1日起 每個月的金額 就得到1620元 跟我上一段片的估計是一樣的 B 長者生活津貼 現在每個月就得到4060元 我上一段片 就估計2024年 2月1日起 就會得到4190元 因為當時 就以3.1% 去計算 現在就說加到3.3% 所以就增加到4195元 去到2024年4月1日 就會多了10元的垃圾收費 所以掌生樽的受惠人士 所以掌生樽的受惠人士 去到2024年4月1日起 就會領取到4205元的掌生樽 公共福利金計劃 包括雙殘津貼 由於我這段片 主要集中說 水果金和長者生活津貼 所以雙殘津貼增加到多少呢 大家可以自己在表裏就看到了 至少10元的垃圾收費津貼 只是給 長者生活津貼的受惠人 其實政府是根據什麼的標準 去調整縱緩金額 和掌生樽、生果金的金額 其實有既定機制 按著捨緩指數 捨緩指數 截至每年的10月底 對上12個月的 移動平均指數 之前公佈了3.1% 去到9月底 所以之前我也說過 還要計算10月的指數 才能得到最終的捨緩指數 再向財務委員會提出審議 去到2023年10月底的12個月 移動平均指數 就和對上2022年 10月底的12個月的移動平均指數 累積上升了3.3% 所以 羅福局向財務委員會 建議由2024年 2月1號起 就將縱緩金額 和 掌生樽、生果金的金額 上調到3.3% 因為還要經過 財務委員會的批准 審議員 審柱才會盡快完成調整 他的系統 和其他預備工作 就才可以在2024年 2月1號起 向150萬的 受助或受惠人士 發放新的金額 在2024年 在2024年 審援指數 12個月 移動平均指數 就升了3.3% 比之前估計的 9月底 多了0.2% 0.2% 因此 努福局向財務委員會 建議增加 縱緩金額 和 公共福利金額的 進貼 就是這樣 這個原因 環保署 將會在2024年 4月1號起 實施垃圾收費 垃圾收費的徵收模式 就是 購買大小不同 大約每公升 1毫1的 指定袋用以 棄置廢物 如果大型的廢物 不能用垃圾袋包妥的 就要購買一張 11元指定的標籤 用以棄置廢物 雖然垃圾收費 基於污染者自負原則 但收費或者對於 舊有經濟需要的人士 都帶來更大的影響 有見及此 證如環保署 提交給 環境事務委員會在 2023年7月14日 會議文件裏 解釋過 政府將會配合垃圾收費 就會由2024年 4月1號起 向縱緩人士 及掌聲樽 受惠人士 每人發放10元的津貼 因此勞工福利局 建議由 2024年4月1號起 發放10元給有關的人士 根據縱緩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的最新估計領取人數 由2024年2月1號起 調整了縱緩計劃標準項目金額及公共福利金 計劃津貼金額的建議 預計會令到每年經常開支總額 增加大約 22億1900萬 好了 我們看看 每一行增加了多少金額 中門計劃標準項目金額 上條3.3個百分點 增加了5億4200萬 高齡津貼 即是說生果金 上條3.3個百分點 增加了 2億 0800萬 掌生樽津貼金額上條3.3個百分點 增加了13億 雙殘津貼金額上條3.3個百分點 增加了 1億6900萬 總計 增加了 22億1900萬 另外 由2024年4月1號起 實施10元的垃圾 收費津貼 就會令到 經常開始增加了 大約1億3700萬 來到這段片的最後總結 各位拿著 生果金或掌生樽的朋友就注意了 由2024年2月1號起 而生果金每月的津貼是1620元 跟我之前的估算是一樣的 而掌生樽每月的津貼是4195元 跟我之前估計的 就有少少出入了 另外2024年4月1號起 拿掌生樽的受惠者 就會拿多10元的垃圾收費津貼 即是說總共拿到 4205元 雖然增加不是很多 但都希望可以幫助到 有經濟上需要的朋友 好了我今次這段片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了 好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建議 字幕提供